作者 刘承秀 作者 打得伤亡惨重 印度政府面临五月大选 为张县政府强用姿态 恼羞成怒的印军 将枪口对准了当地平民 一场疯狂的报复行动 拉开序幕 赫什米尔地区 或将血流成河 据半岛电视台中文网2月19日的报道 影控赫什米尔的斯利那家地区 再度爆发激烈枪战 印度四名士兵和一名警察 在交战中争亡 另有一名警察局副督察 被击中腿部受伤 一名印军准将也在战斗负伤 据悉 这是200119年以来 赫什米尔发生的第十四起交火事件 也是二月半的第六起 迄今已经造成四十九名印度安全人员死亡 如此高频次 高烈度的冲突 是燕巴战争结束以来非常少见的 今年最为惨烈的一次冲突发生在几天前 二月十四日一位名叫阿迪尔达尔的 莫罕默德尊成员 驾驶满载炸弹的汽车 冲进了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 CRPF的车队 并很快引爆了车上的炸弹 最终造成四十五名印度警察死亡 三十八人受伤 当时印度警察车队一共有七十八辆汽车 满载着两千五百多名军警 这些警察负责帮助印度控制克什米尔地区 镇压当地的反应活动 确保印度能够统治这片想夺来的穆斯林战区主导地位 的重要地区 据悉 所谓的莫罕默德军 J.A.I.S.H.I.M.O.H.M.E.D. 是活跃在克什米尔地区的武装组织 该组织宣称 只要印度还继续占据克什米尔 该武装组织 就会持续不断地对印军发起攻击 但需要指出的是 莫罕默德军的袭击 只针对印度的军队和警察 并不攻击平民 但印度却故意宣传 该组织是恐怖组织 要求联合国将其列入恐怖分子名单 然而 据2017年8月初 新德里电视台的报道 中国采取技术性格制的方式 使印度将莫罕默德军 划入恐怖名单的企图化为套影 恰恰相反 冲突发生之后 印度政府的所作所为 才更像是恐怖组织 由于最近几次与莫罕默德军的交手 印军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反而损失了不少人员 加上印度政府面临五月大选 为了显示政府的强硬姿态 印度开始对当地的平民进行疯狂的报复 据此 利纳家附近的村民表示 印军武装部队轰炸了三座房屋和一座牛棚 一名三十多岁经营家秦天的店主 被赶出家门 并最终被杀死了 他的儿子为旧父亲也被印军开枪打断了腿 生活在冲突地区附近的五十岁的阿普杜勒哈米德对媒体表示 当地很多青年看不惯印军的暴行进行抗议 也被都被印度政府招走了 哈米德担忧印度军队还会进行一步报复 用当地民众的鲜血来出气 正如这位老人所预料的据印度时报2月19日报道 印度陆军指挥官底龙中将强硬表态 对克什米尔地区的所有母亲喊话 让你们加入恐怖组织的孩子们投降吧 任何举枪反抗的克什米尔人都会被消灭 克什米尔地区北部被巴基斯坦控制 而南部则被印度占据 长期以来都是全球流畜冲突最多的地区之一 根据印巴分支的蒙巴顿方案 克什米尔地区的人民可以自由选择 加入刚刚独立的印度或者巴基斯坦 由于克什米尔是穆斯林聚集区 因此大部分民众选择进入巴基斯坦 但印度却拒绝承认 反而派兵抢占了半个克什米尔 从而导致了延世至今的印巴冲突 现在侵略者却一本正经的指责是世代代 生活在当地的民众为恐怖分子 还有比这更可笑的吗 印度政府大次屠杀当地民众早有前科 去年4月1日 克什米尔民众抗议印度的占领行为 遭到印度军队的镇压 导致十名克什米尔人 在被印军打死 印度近期疯狂报复赫什米尔民众的行为 引起了国际组织的注意 2月18日 打赦国际驻印度的负责人 阿卡尔帕特警告印度政府 尽管近期有45名印度警察 死于当地武装之手 但印度政府需要保证生活在赫什米尔地区的平民 包括妇女儿童 不会遭受有针对性的攻击 骚扰和任意逮捕 目前克什米尔地区局势紧张 为了避免被 印度军队迫害 很多当地大学生已经选择回家避难 但很显然 大选前西莫迪政府领导的印度军队 在前线遭遇惨败 不想方式法让费腾的民族主义情绪得到发现 5月大考莫迪是很难获关的 克什米尔地区的平民 可能会血流成河 印度政府滥杀无辜 必然招致更加激烈的反抗 但国雄心河南亚霸权的一心 也将被克什米尔地游击战消遣殆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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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